这个地方我已经用打火机给它双连好了 上面留一段挂绳 这里来做一个双连结 用这个双连结来压住这个烧线的痕迹 开始先绕这个红线 把绳线绕三个来回 然后在斜下方的地方定一个珠针 从右边的这根线下面撑过去 在这里固定一下 这里也是 下面撑过来 那三个来回 把这些红线已经绕好了 现在开始绕这根黄色线 先往右边绕 去的时候在上面 回来的时候在下面 我在这里来固定一下 在这里来固定一下 好 现在这三个来回已经绕好了 分别是从右边的三个耳朵里面穿过去 现在横向已经绕好 先开始竖向绕 第一次是从这根线 最下面的这一排穿过去 压住三根线 再从第二根红线的中间穿过来 压住三根线 再从第三根红线的洞里穿出来 现在开始往回绕 往回绕就是包住这两根黄色的线 从两根黄色的线下面绕出来 从两根黄色的线下面绕出来 再穿过这根红色的线 再从两根黄色的线下面绕过来 再穿过这根红色的线 再绕过两根黄色的线 从红色的线中间穿出来 这一排可以不用固定竖针了 这个先不要拉太紧 这里就在外圈固定一下 这一排要从这里穿过去 做三排一样的 这一排和这一排和这个是一样的 做三次 这一排和这一排和这一排 现在这个黄色的线横向三回 竖向三回 红色的线也是横向三回 竖向三回 我们先来找一下 这个盘长节的十个耳朵 这边红色的线有五个耳朵 一二三四五 黄色的线也是一二三四五 留下各自的五个耳朵 把其他的线收紧 先把里圈的猪针拔掉 先留下他们各自的五个耳朵 先把耳朵往外拉 第一步收线就是先留好十个耳朵 下面开始慢慢的收紧 先从这个双连结的这根线 开始慢慢的收紧 好 现在中间已经收的差不多了 我们收线呢 收紧要从这个双连结的下边开始收 先找到这个线的走向 这个双连结的走向 它是在这里绕过来 从下边绕过来 然后收这根线 这个线是从这边绕过来 留下它的耳朵 然后从下边拉过来 然后下面这个耳朵 它是从这里走过来的 记住它的耳朵在哪边就不会错了 它这个中间是一个大耳朵 这个耳朵稍微留着大一点 绕过来 好 现在这边黄色的线已经收好了 这个红色的线也是从这个双连结的下面开始收线 好 现在这个所有的线都已经收好 这个时尔盘长结就已经做好了 这边黄色的线都已经做好了